国际福伦三四六二地区 彰化县二之一分区 八社联合例会 27日晚上在大中华国际美食馆举行 副总监肖西明代表运国建设古奔有限公司 捐赠彰化县消防局第一大队一辆消防警备车 加入保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列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皇家福伦社 1314年的社长 也是我们郡国建设的这个董事长 这个洪博州 我们洪董事长 这个事业有成以后回馈地方 那这一次他捐赠了一个这个消防的警备车 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这个我要代表我们皇后美县长来感谢他 知道说我们这个警备车 替换利益警官 故障利益 因为很少害怕 所以这个操纵构度 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他们公司 拨出一个 拨出一个很大别的音乐 反正的警备车给我们的消防局 给我们这些打火兄弟 让我们打火出去的时候 可以顺势平安 郡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国周 为彰化皇家福伦社成员 在担任一销顾问团团团长期间 出钱出力赞助各项活动 此次捐赠消防警备车命名为福伦号 就是希望能借此呼吁各个社友 能秉持服务和回馈社会的精神 投入更多爱心与支柱 公益频道林俊明和美采访报道